雷創 交易因為你要湊火系啊 你假如有陰箭品 前面就可以不用交易 Nina你到最終 每個屬性最少都要兩隻 兩隻是基本 不然你超面對面就不用打了 絕對推不過去 風寒月打王很好用 除了李盈鳳之外現階段 可以再動的是周重耶 我有練 他的技能好彈性喔 可以再動加暴擊 可以滑步之後再動 把暴擊衝高有點猛 給的掃蕩12次 你都怎樣分配 新手池沒有抽 所大沒有回去陸服抽抽 沒有就直接沒有時間 打完退兩格退出危險 現在我還在想 周重的物體是 新術前面弄不高啦 你也不太可能 把那個 抽卡的這些 次數讓位在他身上 你不可能把 睡會冥女放在周重身上 這是這種比較劣勢的地方 一千奔在冰莉 冰莉真的 冰莉真的沒有那麼重要 一座人 為了抽不到冰莉 之後退更 我就覺得 蠻 蠻奇怪的 周重的碎片 自己會更出來壓 怎麼可能是用 除了你就 一直抽都一直中 不難 不難周重的碎片 他又不會自己拿到 感覺沒有特別重要兵力 因為你要四十隻 四十隻 之後才會 感受到他的強度 哇 差一步 先敲好了 對 沒兵力 就新推一冷 抽快兩百還沒兵力 只好挑周重練了 直接退坑 一時抽一時爽 一直抽一時爽 表情符號驚訝 基本上 講個 用起來比較喜歡黎幽 你腳真的 湊爆兵力就退更了 對不對 基本上 其實他湊爆兵力也撐不久 講白的是這樣 那些可能不是那麼喜歡的玩家 都會 只是來抽抽看的 他即使抽到的比你 他也玩不久 因為遊戲前幾 沒有非誰不可的這個問題 沒有說我一定要某一隻 所以我才有辦法打 這也是子龍遊戲的好處 他沒有難道說一定要綁什麼角色 他們就在玩抽抽遊戲 不是在玩戰棋 看到一堆都在用自動打 沒有